只要是你什么都可以 我觉得二十年已经都 我不喜欢我都 认为的爱的力量吧 今天继续咱们的奇葩乡亲专场 七旬大爷遇上狂热小迷迈 自爆缺点疯狂劝退 无奈对方恋爱呢 只想陪你幸福到老 一箱啤酒你能喝多少啊 一次一箱呗 喝一箱是不是挺可怕 不 你找你喜欢就可以 而面对如此年轻漂亮的阿姨 大爷为啥没相中呢 大爷今年七十岁 在当地也算个响当当的老中医 不仅月收入八千块 还坐拥一百二十平的大房子 别看大爷年纪大 小迷妹那是真不少 阿姨今年五十岁 月收入两千块 虽说年龄大了 但依旧人老心不老 渴望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对我们大爷更是一见钟情 无奈大爷上次相亲成功 他只好将阿姨深藏 在这儿呢你好 该说不说 阿姨保养这块做得是真好 压根不像五十的人 而见到自己日思业想得大爷后 更是开心到云爵 你家身上真可爱呀 关键 当面夸完背后夸 我开心 认识周老师 都觉得 是生活中的人很亲切 更鲜活一些 大爷鲜不鲜活的我不知道 反正咱这小嘴是挺会说 瞅瞅这小情书写的 哪个老头看个不迷惑 但咱大姨就不满足 实言印象很一般 没啥还可以 那是你喜欢的味道吗 一般 太尴尬了 但考虑到人家为自己而来 大爷只好强装微笑继续露 大爷您还喝酒啊 一箱啤酒 您能喝多少啊 一次一箱呗 结果阿姨偏偏不吃你那套 冷静过后 爱情的荷尔能又成功占领高点 味一箱是不是挺可怕 不可怕 你找你喜欢就可以 还是喝没了就换 你找你喜欢就可以 没错没错 你就算在啤酒里翱翔 我都对你爱的深沉 谁就 这就是爱呢 看到阿姨如此无脑灼爱 大爷又能怎么办呢 因为你知不知道 嗯 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了 只能继续自黑 以求自保 要是自己年纪大了 钱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数字 他要及时享乐 把这些个情 抓紧时间花 结果大爷的骚操作 依旧没能劝退 阿姨那可主爱之心 指定什么时候我就走了 但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我也走呗 你往哪儿走啊 跟你走呗 钟老年相亲有多身亡 阿姨为爱疯狂 相差二十也无妨 你走他绝不独活 钟老师你不用担心 以后 有我呢 我会照顾你他 谢谢啊 为啥爱得如此丰盒呢 因为大爷很鲜活 亲切 正鲜活一些 但大爷却表示 你给的他要不起 为啥要不起呢 因为大爷年纪大了 经不起祸祸 半年后 你还是 很年轻 我已经是老太隆踪了 甚至说有好多地方都需要别人照顾 那确实没毛病 自己要啥啥没有 除了有钱又有严 他一无是处 他凭啥看上我呢 你爸爸傻呀 超能损赛呀 哈哈哈哈 不算他是个老中医 但又能都维持几年呢 等到自己人老色衰 握病在床 年纪轻轻的他甘心吧 或者是半瘫痪的一个老人 没有 你觉得值吗 值 嗯 值 没错没错 不仅病了能照顾 他还能送你一起走 指不定什么时候我就走了 但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我也走呗 你往哪走啊 跟你走呗 只要是我喜欢 他可以 比我大爷可以比我小 他可以是离过红的 也可以是没结过红的 是我喜欢他就可以了 没成想 阿姨的申请告白 不仅没有打动大爷 反而让大爷有种养女儿的记事感 我对时候我就感觉 他有的些地方 还是 还是想笑 但是 那年是喜欢这样 还是不喜欢这样吗 多操心 我喜欢他 和他喜欢我不一样 面对阿姨的疯狂求爱 节目组织便看不下去了 表示 就算你俩以后能成 又是分局两列 又是照顾父母 你会怎么处理 没成想 咱阿姨是个佛系人 崇尚随缘就好 我一般不会为没发生的事情 担心 偏偏大爷是个现实主义者 如果是继续往前走 走到这一步了 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那你怎么办 但阿姨可不管这么多 满脑子都是甜甜的恋爱 为什么要考虑到啊 父母有父母的生活 子女有子女的生活 你只要考虑你跟我的生活 不就行了吗 所以他有自己的择偶标准 择偶观念是什么呢 就是我先看这个人 他的人品 他的学识 他的性格是不是跟我合拍 是不是让我心动 如果心动的话呢 哪怕他带着十个孩子 有爸妈 我都会接纳 为啥这么随性呢 因为金钱这块他不绝 他但求爱一场 为了所谓的改善生活 去攀附 因为我现在生活也很不错 我很满足现在的现状 因为咱他看来 老年相亲就是为了享受生活 我们在一起只要是说 我们开心 我们享受人生就行了 如果不能物质上满足 那为啥要找老伴 此话一出 大爷笑得很无奈 要是一想到以后 这么多个困难 那我为什么不找一个轻松的 一瞅大爷闹得这么直美 我们恋爱脑袋阿姨 终于发现了问题的关键 祝大爷谈感情 它像排泪一样 一个一个困难都排除掉 这条路通了 我们可以谈了 但我谈感情的方式是什么呢 我看准点了 然后我就跟你谈 我不管多少得 我跟他走到底 但大爷却表示 不是他爱不起 只是他时间祸祸不起 我现在按照我的年量 我也就20年吧 多说了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我恢复 尽管三观越落越不合 大阿姨就想往挽留 我用父亲对女儿的那个状态对你 不行 我不堆 50岁阿姨痴迷70岁大爷 一心只为求帖帖 无奈我拿你当老伴 你却想到我爹 关键年龄不就是差20 你咋就不相信真爱呢 虽然你忽悠老头很有一套 但大爷偏偏扶上套 毕竟年纪大了 见得是比你吃的严都多 奔着头闭着眼 就往前创到墙上再说 那这个人相对来讲 单纯尽管是幼稚一些 但阿姨却表示不理解 两个人在一起 不是开心最重要吗 随后还表示 虽然她的性格很讨人喜欢 但发展一段恋爱可以 结婚的话没必要 说到底还是没看上 好在经过节目组的劝说下 大爷的态度松了 那您是喜欢这种单纯呢 还是不喜欢呢 那还是那个清存一点了 好呗 结果没闹几句 大爷的身份又拎不清了 如果说我们俩在一起 那有好多地方 我就得像女儿那么对她 为什么 我智商不够吗 不是你智商不够 是我们大爷考虑全面 既想做丈夫 又想做父亲家庭人 让你拥有多重快乐 死话一出 给咱阿姨都整猛了 感情你没有钱人都这么会生活 首先这个夫妻 丈夫和妻子 它是正常的夫妻关系 我用父亲对女儿的那个状态对你 不行 我不同意 没错没错 人家阿姨是来求真爱的 不是来求父爱的 不喜欢这样 我希望我们是平起平坐 不管你多大 如果真的成为夫妻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神父 咱俩是一样大的 但大爷依旧有大爷的顾虑 脑血酸可以让我就是这个事儿的 如果是脑子八十的对话 相当萎缩 老年痴呆 阿姨却表示那都无所谓 二十年足矣 只要是你 什么都可以 我觉得二十年已经够 我不喜欢过他 认为爱的力量吧 一丑大爷还有点犹豫 阿姨立马加紧攻势 我认识了你 然后我想认识你 那我为我自己 我卖出来这副 就不管咱俩成不成 但是我觉得我挺勇敢的 我如果来了 可能有百分之一的 就是说幸福的可能 但不来的话就百分之百都没有 大爷虽然依旧很敬意 二十岁年龄差 但想到阿姨这么勇敢追案 大爷决定给彼此一个机会 就从他奔着我来的这个情 我得领 说他想进一步的接触 他在接触上 看一看也行 喜欢视频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加关注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